传统的鱼香肉丝 很多人说调料太多,太麻烦了 今天教你做一个家常的青椒炒肉丝 选用猪腰条肉切丝 搭配青尖椒 有人调侃说呀 十个人看你视频 没有一个会给你点爱心的 不过说的也是 给你点是情分 不给你点是本分 凭啥给你点呢 教做菜我可是认真的 主业那么多菜 相信总有一道适合你 肉丝切完 泡水洗净 再沥干水 先下料酒 盐 抓至起浆 腌制肉丝有讲究 有先后顺势 不是把所有的料加在一起 搅拌均匀 这也太外行了 前面这个步骤很重要 下生抽 胡椒粉 继续轻轻地抓拌 让它吸收味道 下一个蛋清 只要按照我的步骤来 你腌制的肉丝不会脱水 不会脱粉 家里没有生粉的 我教你用红薯粉兑水 生粉颜色比较透亮 用红薯粉颜色比较黯淡 不过口感也不错哦 加点清油 可以守住水分 不易结成一团 表面更光滑 锅中下少量油 三层油温 下肉丝 油温别太高 不然肉丝变柴变硬 炒至变色后 捞出来 锅留底油 扁香 葱姜蒜末 开中小火 这些配料才不会扁糊掉 青红椒丝 先下锅 把辣椒味炒出来 大火炒5秒即可 肉丝后放 简单地加点盐和生抽 快速翻拌15秒 只入味即可出锅 主页还有一千多道详细美食 点火头像旁边的家豪 就可以收藏 学到就是赚到